昨天凌晨時分 有一些黑衣人在各座的座頭 入了一大堆授權書 當中有街坊拍到 其中一張授權書就是你們 這個單位授權了給黃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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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是有效的 上次的102 你的授權沒有取消是有效的 但當有一張新的授權出現的時候 新會取代舊 所以你出一張19號的就最好 當然現在看到有人假授權 其實最好 因為明天就截止了 要做 今天就要做 我以為我們今早發誓 有一個人截止 我以為他這麼說 我以為他這麼說 謝謝 下星期三 翠林村在西貢召開業主大會 現在各座都放了透明箱出來 給業主交授權書 翠林村關注組 翠林村是我家的團隊 今天就發現 在凌晨時分 有人將大量的授權書放入交箱 當中有授權書是給翠家成員 而業主和翠家成員都不知情 今次機緣巧合 再次讓我們在業主大會開之前 就再次發現真是有假授權的問題 因為我們其實都有幫助街坊 一起出席 所以都有街坊授權 給我們取家團隊的人 我們真的會覺得 它是一個插樁架 去繞領一個調查的程序 亦都可以做一個抹黑 就是對我們取家的抹黑 真是希望在19日截止收票時 我們真是希望有不同的政府部門介入 既然我們真是人證物證在商區在時 警方可以做甚麼幫助我們的小業主呢 與此同時 Daisy都建議翠林的街坊要做多部 如果上次11月2日的業主大會 有授權過給其他人 最好主動去取消舊那張 今次重新簽一張新的授權書 拍攝自己親自簽的一張做證明 以減低被授權的機會 我們也真的可以再次去澄清 我們授權的翠家成員 已是使用了 已經是街站公開的兩位成員的名字 並沒有其他翠家成員代表街坊去投票 所以如果各位街坊 是發現自己都有被授權的情況 而它是一些翠家團隊的其他成員 請你可以肯定 那是一個假授權 是一個無簽的授權 街坊敬請必須立刻去報警 我們都會持續關注事件 如果大家都支持我們 繼續跟進請CRS Superfans 或128元 做自己有賊我們 我們下條片再見